热播剧《每人为线》11日在京举行VIP终极粉丝发庆功 也同时宣布第三季会在12日上线 让期待依旧定迷一次性大包眼福 《每人为线》制片人总编剧 艺术总监余震协主演杨蓉和凤天 王宇男富龙细数亮相 前两季就已经累积播放量毕竟是轻易 高人气剧集果然迎来了大批粉丝 不过寒冷天气也要来一睹男神女神们的真容 不过可惜的是被大家热捧的全眠CP缺了一人 男主白宇因为工作无法出席 只能现场连接与大家同乐 听到白宇的声音杨蓉说话也有些哽咽 我不会服我不会服 但是我只是觉得他尽力了 真的我昨天晚上很感动 他哪怕说他不睡觉 他开车要连续开很久 他都想到现场来 但是还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不行 文哲 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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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ナ 我们明年再来一步 贤 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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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虽然白树不在 好兄弟们都在 拉命CP更是在现场给大家反串了 最终成面CP的经典桥段 好带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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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 爽吗 我怕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带了 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到底有没有 你到底爽不爽 你个死鬼 除了好兄弟 现场还有一个大惊喜 那就是原住番外中 苏绵宇寒淳的孩子小韩朗的先生 剧中有了这么大一个儿子 现场竟被催生了 我先把自己的感情声稳定的再说吧 孩子还早吧 这个我还是 对 哇谢谢 感情稳定 是说现在已经有感情了 我能不回答吗 谢谢 这么模糊的回答粉丝们可是会多想哦 是不怕 是不怕 是不怕